哎呦我去 这大长腿 哎呦小高手鞋 我去 这是学生吗 现在学生 穿的跟小姐 小姐穿的跟学生 哎呦美女 美女 问一下那个 那个那个哪儿 那个果园怎么走啊 前面左转 然后再掉过头 然后右转 然后再左转 然后再左转 就是 也跟你说不明白 就是比较热 要不然你倒一下行试试 我 我 你说的确实有点猛 但是我手机上没有倒行 要不这样 我带你一段 你给我送过去呗 行吗 不方便吧 哎 没什么不方便 来吧 行吗 嗯 那好吧 啊 我送吧 前面左转吧 哎不着急 美女 你去哪儿啊 去关帽呀 我 我送你那儿 我 我离这边 应该挺远的吧 不太远吧 你去关帽干嘛呀 我去那边 约了同学吃饭 男同学 女同学 女同学 嗯 那我们就问一下 你有男朋友吗 现在暂时还没有 太巧了 我也没有女房呢 好 那您是做哪一方面的呢 我就是自己开了小公司 然后就是这一年的话 赶上点好 就挣点钱 那你就说你条件应该说 不缺对象吧 哎呀 现在这个社会真是知音难遇啊 对吧 嗯 那你晚上吃完饭之后 还有事儿吗 嗯 吃完饭过后 应该 也就回来了吧 要晚上咱们一块 咱们一块去泡巴吧 我正好 我朋友在公体也开酒吧 挺不错的 那我问一下 朋友吧 行行问问他吧 我说是你自己一个人吗 嗯 这是我自己 我说反正你也没什么事儿 叫你同学一块去呗 是吧 离块玩一会儿 那行 那行吧 那这现在大下午的 就离晚上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对吧 要不咱们去哪儿坐一坐 去哪儿啊 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坐的呀 正好我在前面那个酒店 开了家 开了一间房 要不咱们去那儿 我正好去点东西 酒店不太方便吧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 要不然你坐我女朋友吧 嗯 这钱给你 哪儿花 我说你坐我女朋友 肯定不太亏待你的 抱你吃好玩好 怎么样 那好吧 然后 可以在一块 也不是说因为这点钱 然后 是感觉今天我们两个挺投缘的 嗯 女人也挺不错 长相呢 也是符合我出对相门的那种要求 嗯 各方面也比较符合 那么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 行 哦 就是先触着吧 行行 没问题 那行 那咱们先走吧 行吧 坐啊 你先一会儿去洗个澡 你先洗呗 你去吧 你先洗吧 你去吧 我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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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真的不习惯 你先洗洗完之后再洗 你先去吧 行吗 让我先去洗啊 那你快一点 我先去洗啊 我先去洗吧 嗯 去吧 快去洗啊 这么快 你先上床 跟你说点事 是什么事啊 哎呀 你说 我万一要是有传染病的话怎么办 传染病 对啊 不可能 等等 万一要是有呢 什么传染病呢 就是传染病吗 不可能你快去洗澡吧 你不信啊 不信啊 你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呢 干嘛啊 大声就念出来 这是什么 HIV阳星 那你这不是有Iz病吗 对啊 有病吧你 有Iz你出来干嘛呀 谁规定说Iz病人不能出来啊 那你把我叫上车 叫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呀 是你跟我过来的 那你叫我上个车呀 我叫你上车你就上车啊 那你能不能带我上车的事 你告诉我这个事实 告诉我 哪个 这万一你给我传染那怎么办呢 不是哪个Iz病人的话 就跟人见人就说我有Iz病 你给我待在一块一个多小时 那你给我传染上那怎么办 一个多小时应该 应该是传染不错 你这种人真是 你害怕什么呀 这不是危害别人吗你 你自己得了这个病 你还给传染给我吗 你是不是觉得上车对你很不公平呢 那你传染给我和我 传染给我的家人怎么办 你想没有要过你的家人 你又想给我传染给你自己的家人吗 你传染给我 我叫你过来你就过来了 不是你没告诉我你有病啊 前提示 你告诉我有病我会过来吗 不是这个东西还怪我了 那肯定怪你呀 你见过哪个Iz病人的话 到处都说说我有Iz病 我有Iz病啊 你见过吗 那我上车的时候 只有我两个事 我能不能说 能不能告诉我 能不能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一声 那你还能上车吗 那我肯定不上车呀 我不上车 对呀 你这种人真是的 不是你干嘛去 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你干嘛去 那你给我传染了怎么办 我自己去检查行不行 大哥 咱之前不是说过吗 如果说你要说今天你要是要走的话 你得给我两万块钱呢 那我为啥给你钱呢 那我怎么还你都没告诉我你都爱死的天呢 我不告诉你说我一天很忙吗 你很忙 现在我才21岁 你帮我传一声 我怎么办一下面误 哎 现在别说别的了 你看 你要不给我钱的话 你肯定走不了 那平下不让我走呀 你肯定是走不了 放心啊 除非你一把钱给我 你才能走 为啥我要给你钱呢 那那你明刻有 你不能走啊 你干嘛呀 你干嘛推我 不要碰我 先先拿钱 我没有钱 微信支付宝都行 我这接受转账 来 我这不你真的没有钱 哎呦 大哥要不让我把你那个钱还给你行不行 不是 你这个是本来就还给我的 来来 我还我还给我还给你 你让我走吧行不行 不是 那个什么呢 还有两万呢 大哥我真的没有钱 我没有办法 我真没钱大哥 你让我走吧 不是 我叫你上车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想什么了 你让我走吧 我真的 我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说他真没有钱 不是 进宾馆之前你想什么了 对吧 你碰着我这样人的话 你让我去检查一下行不行 大哥 你碰着我这样人的话 你应该觉得开心 对吧 我并没有跟你发生什么关系 但如果说有一个人的话 也带病 不告诉你 跟你发生关系了 怎么办 那你能回去检查一下行不行 我真没有钱 你能不能让我轻易出去 你让我去走吧 不是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上我车啊 我叫你上来 你就上来了 你让我去走吧 不行不行 我挺忘记的 不是 发现你们这帮大爷生的话 不在学校好好上课 出来乱串什么呀 你让我走吧 没没两万块钱 你让我走吧 不行 没两万块钱不能走 你肯定走不了 你让我走吧 求求你了 你让我去检查一下行不行 你说你要是碰上那种 也带病的 然后不告诉你 跟你发生关系了 你说你怎么办 你这辈子是不是就毁了 啊 我对 把你换呢 现在 现在你没让我去检查一下 吗 就是 我现在要是一次 我也不想发生这种事 你知道吗 哎呀 我真的没想了 你别让我走吧 你别让我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走 我求求你了 来两万块钱怎么办 就是等你用我钱 我再跟你就没有 我求求你了 先让我走 滚吧 赶紧去医院吧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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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去找你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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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